大家好,我是健康传食小记 您的健康大小事都是我的事 那今天呢,想要跟大家聊一下有关维他命C还有维他命E 那我想这是两个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的抗氧化剂 而因为它很普遍嘛 所以呢,我们都觉得它是跟美容啊 跟防癌啊,跟抗老很有关系 可是呢,今天在我们介绍这本书当中 就神奇的自然药物里面 它特别提到维他命E跟C呢 其实是非常神奇的心脏病的一个用药 那它这是有经过很多科学实证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在这边呢,提到在1996年的时候 英国的健康大学 他们做了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实验 那在这个实验当中 他们找了2000个心脏病 2000位心脏病患 那其中一半呢 就是每天给他们服用400单位的维他命E 到800单位的维他命E 另外呢,一半的人,就1000个人呢 他们服用就是所谓的安慰剂 就是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用途 可是呢,让他们感觉这个也是药物 在这样使用了18个月以后 他们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 就是在服用维他命E的 不管是400单位或800单位的这些患者呢 他们有77%他们心脏病发作的比例 完全全部都减少 有将近77%的比例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实证 去发现到维他命E 它的确对于心脏病的这个帮助 它的确是非常明显 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 维他命C 为什么对我们的心脏也会很有帮助呢 那我们知道很多大家应该有听过叫做 当我们的血管变得太窄的时候 那可能就需要做一个心脏的支架 把那个动脉的血管去撑开 那为什么动脉的血管会变得越来越窄呢 那就是因为有一些不好的胆固存 那在我们的血液周围 那把我们的这个血管呢 阻塞的越来越小 而当我们的血管变成不能流动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只要血送不过心脏 那心脏停止跳动 我们就完蛋了 所以呢 很多现在医疗的一个体系 他运用的方法 他第一个可能他是用支架 把这个心脏的动脉的一个血管撑开 那不然呢 就是使用抗凝血剂的药物 或者是一些心脏的药物 来减缓这个胆固存 他的形成对我们心脏的这个血管的一个影响 可是呢 在我们这边书中呢 也提到很多的科学实证 去谈到就是一天呢 使用500单位到1000毫克 就是至少1000毫克的一个维他命C 他们发现维他命C 可以帮助这些胆固存 不好的胆固存被氧化的过程去减缓 甚至可以还原这个胆固存对身体的一个负面的影响 那另外呢 就是对于血管来讲 那这个C本身也是很好的一个血管的扩张剂 就是他会帮助血管可以正常的跳动 正常的去扩张 而当我们的血管可以这样正常运作的时候 就不用怕他会被阻塞 所以呢 C跟E都是我们已经在历史上来讲 在发现上来讲 他都是一个使用很长的时间的一个完全安全 而且完全没有附中一律的一个看氧化剂 而如果在这个书上所谈到的这些实证 他们的确都是对我们的心脏很有帮助的时候 那当然在我们除了心脏病的用药 或者是传统的治疗方式以外呢 这是多一个方法让我们参考 就是借由补充维他命E 那维他命C 来去增强我们心血管的一个功能跟机能 那降低我们心脏病发作的一个比例 那所以这是一个很棒的资讯 可以跟大家分享哦 然后我们下读了一会儿